OK 事情是这样的 7月17号晚上11点左右 TOS的教练玉森在IG上开了直播 直接点名尼克星约一场全赛 中途还杀出个TOS竟然梦幻联动 场面气氛马上来到最高点 事情是这样的 前面半个多小时玉森一个人播 也回应了很多全赛的相关问题 简单来说 玉森其实对TOS帮他安排 要跟尼克星打拳这点觉得不公平 因为没道理尼克星赢了可以拿TOS一半的全球 也就是600万台币 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 说他自己根本就是被拱上台打的斗鸡而已嘛 而他自己的想法是 只要钱到位怎么打都没关系 打拳击也OK 因为知道尼克星不可能接受馆长开出的条件 也就是打MMA 玉森说自己身高173体重60上下 跟对方打已经是项目吃亏体重吃亏了 后来想想打没钱的其实也行 但要找小潘一起来打 来个三人混战 规则大概是跟玉森打完后 一个月内要跟小潘打 而整个过程都可以让尼克星 以及小潘去拍片赚流量没差 因为玉森下个月有好几场比赛要打 现在不打以后就没机会打 那希望这样的条件尼克星可以接受 总的来说 玉森给尼克星的评价是不错的 说他大概比专业差 但比业宇还强一点 拨到一半风懒的陈辉也跑来凑一脚 玉森说知道陈辉跟尼克星关系不错 也说之前就看尼克星有点不顺眼了 这边玉森还透露说 价格大概就跟全上选手的开场费差不多而已 总之就是在说自己没有名啦 所以没什么身价 这边我想说玉森你真的太谦虚了啦 玉森表示说自己的私心是不想让尼克星赚 所以不想拖 要码免费打一场给你拍 也造福小潘 要码就不要打 赚都不给你赚 后来瞧了半天终于把尼克星要来双直播 这趴真的是有点混乱 因为大家见面就开始嘴炮 一开始其实氛围是有点小紧张的 玉森说他不爽的点在于觉得没有被尊重 明明是Toys跟抄袭星的事 还一直牵扯到他 而阿星则是各种跳针 不知道是有戏还是怎样 整个バカノノ的 一下子说自己很穷 一下子又说自己很弱 只是个抄袭拳击手而已很烂 这边玉森突然嘴他说根本是个拷杯忍者 哇靠完全戳中笑点我差点没笑死 反正尼克星就各种扯说那是玉森跟小刘之间的事啦 说他们没巧好才会搞成这样 结果两人向小学生吵了半天没结论 后来玉森要对方去量个体重 结果抄袭星量出来是68公斤 但我后来看留言区有观众抓包 抄袭星疑似有手抓翔脚出力 因为体重机的数字一直在飘 说明他一定是超过这个重量的 后来玉森也跑去量了体重 发现自己居然有61公斤 说他自己也有点小加水不好意思啦 讲一讲玉森嘴阿星说他抄袭后的第一个影片太智障了 所以才没办法下台 阿星说他是不小心听了别人的话 我猜应该是在说陈辉啦笑死 最后看大家没结论 玉森直接召唤Toys进场 Toys说一开始拳赛那边已经帮他们弹了60万的拳丑 结果小星星捞了没有回才没有下文 自从椅子加入直播后就啪啪啪扭转战局 玉森在旁边笑阿星吵输了 哇小星星直接被嘴爆在那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后来Toys也不啰嗦直接开输60万看两个人有没有打 说要不然不要当全丑干脆当奖金好了 这边有解释一下 因为全丑就代表出场费嘛输赢都有 而奖金则是赢的那方才可以拿 小星星这边开始三泡两泡 一下子说脱水会影响状态啦 一下子又没办法收那么快啦 Toys受不了直接开分 阿不然比打X的 现在跟你比好不好 老了了X的有没有放进去嘛 哇靠差点没笑死 赖皮仔遇到赖皮王直接被打爆诶 最后三方终于在一番干话操作下有了结论 把时间定在7月30号 以63.5公斤为标准 小星星多带两盎子的拳套 场地应该是约在馆长那边 因为要让阿管当裁判嘛 然后赞助商是Toys 奖金目前占定为60万 OK 以上就是这场多人直播的重点 个人看下来觉得小星星也没那么可恶啦 虽然整个Nono看起来也蛮欠扁的 有时还一直乱跳针 虽然这场面好几次乱到没重点 但不可否认整趴直播非常有效果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期待这场全上外转的 希望能看到一波真正专业的对决 至于尼克星跟小潘这边的话 就要看跟余生打完后 小星星还能不能再一闪一闪亮晶晶了 或者是要挂在天上放光明的也说不定哦